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健身女神章生活正能量 大家好我是健身女神章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 如何才能挣到一百万美金 一百万啊听着挺多的 也许是很多人的梦想 今天就要跟大家细细剖析一下 其实具体来说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很简单就是卖东西呗 对吧买产品买服务 开公司你有自己的小生意 那这个就取决于你卖多少 然后每个单价是多少 这个很容易理解 但今天咱们要讲的是后面的两种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存钱 其实这我想真的要说一下 我一直以为在我过去 上班的这个九年的过程当中 一直的教育是什么 就是让你好好学习 考个好大学 找个好工作 每个月挣高薪 然后存钱买你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 买这个叫什么liability 对吧买这些责任 买车子 然后买好衣服 买高级音响 买这个奢侈的东西 然后去玩也好 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社会 现在照教育系统 这个是给普通人准备的 是给大部分人准备的 就是让你去成为一个打公仔 在公司里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交税 这是关键 然后就不断去消费 也就是现在这么多的这个 大公司不断去宣传广告 让你去不断的去买东西 对吧 其实你不知道 富人的话 他的交税比例其实是比穷人 是要少很多的 也就是说越富的人 他会越来越富 可以合理避税 这个想提到的一点 第三个就是投资 其实投资不一定 是说你只有 有钱了 要等你四五十岁的时候 你才投资 投资是你可以随时可以做的 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做 看一个 这个我做的一个表 然后里面会写的非常清楚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你从现在开始 根据你的年龄划分的 你现在每个月大概要 存多少钱 或者说投资多少钱 你到你退休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65岁之前 你至少到65岁之前 你能获得100万 也就是现在汇率 就是680万人民币 对吧 每个月大概要存多少钱 才能获得680 当然你要存的多 你就会提前获得这100万美金 好 现在看一下这个表 非常简单 从左到右 分别是从存钱到投资 你存钱现在的汇率 就大概就是3%左右 是吧 比如说余额宝 或者你存在银行里 等等等等 当然你投资 买一些基金的话 就是大概是5% 这个也是 相当于让别人 去帮你去理财 如果你再基金一点 或者说你自己 在国外可能会比较好 开美股 开欧股 买这个国外的这些股票 对吧 然后这也是我其中的一个 做专备这种收入的方法 就是买股票 然后会有大概有 至少会有7% 如果你投资 当然你可以投资 其他的公司之类的 或者自己去创业 等等等等 7%是一个 比较基本的一个数字了 一般来说 有些投资会做得好的话 可能会到每年 20%的一个红利 这都是说的是每年啊 当然还有年龄 你看比如说 你现在是20岁的话 每个月大概需要 存出6000块钱里来 这样你到你65岁的时候 你才会有100万 但是如果你20岁 你现在开始投资的话 每个月只需要投资 850人民币 这个相当于是 7%的一个年化嘛 然后这样当你65岁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100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年龄 随着年龄的这个不断增长 但是你投的也多 但是你横向来看的话 你这个7%和3%就差的多了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呀 负利的效应 之前我也讲过 投资里面你最重要的一个 或者说是秘密武器也好 就是负利 好 我把这个从年龄 从20岁到55岁都列了一下 如果你到55岁 还没开始投资的话 那你只有10年的时间了 就太晚了 如果你现在30岁的话 每个月就是 3%如果你存钱的话 就需要9000 而你要投资的话 只需要相当于投 3700人民币 这个列表 大家也可以保存一下 保留一下 随时看一下自己在哪个阶段 对吧 是存钱呢 还是投资呢 好了 我就讲完了 我是健身女神章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这个视频的话 或者喜欢我平时讲的东西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 或者多听听我的podcast 上面里有最新最好的内容 也是健身女神章可以搜索到 或者你有问题 也可以在分答上问我 你想看我最近在看什么 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或者我的youtube频道 最后别忘了 可以上我的网站 主页就是chinafeater.com 好了 今天故事讲完了 我是健身女神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上我的博客 就是chinafeater.com 我有自数最好的文章 你说 landlord太多的文章 说 说